楊子晶早在1965年就成為了香港市花 在香港四懷都是 但原來世界上所有的楊子晶都是由同一棵移植出來 再加上這種植物本身的特質 的確很適合用來比喻香港 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識會和大家講講香港市花 楊子晶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我們的頻道 皮毛小知識主系介紹由實用 甚至沒有用的冷知識或流行文化 如果有興趣不妨考慮訂閱我們 Let's get started 楊子晶 英文習慣叫做Hong Kong Orchid Tree 可以理解為香港難 大約在1880年代在香港唯一一次在野外被發現 由紅花楊提甲和公粉楊提甲雜交而成 屬於蘇木科的中型常綠橋木 樹可以生到10米那麼高 生在速度快 有深型的葉 花好大而且顏色鮮艷 很自然的繁殖能力 只能靠人工移植 因為不需要結果所以花生得特別燦爛 現在香港大約25,000坡和海外數以萬計的楊子晶 其實都是由香港原本的一坡以價接插紙等方法 人工複製出來 這個特質聽起來是不是好像香港人呢? 只要楊子晶被發現的故事就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 當時由法國外方傳道會的傳教士大約在港島西至博富林海邊一間爛屋的旁邊發現 這次也是這個品種唯一一次在野外被發現 接著他用插紙的方法移植到博富林八大離修道院 幾年之後再移植到當時叫做香港植物公園的中環洞植物公園 而最古老的楊子晶標本HKHerb No.1722就是來自這裏 標本現在就存放在魚龍自然湖裏處裏面 去到1908年楊子晶第一次被科學發表 日時任香港及林務部總監兼植物學家Steven Choi Dan 在英國與海外植物學期刊第46期所撰寫 楊子晶的學名也由他命名 學名當中的Blackiana就是為了紀念時任第十二任 港督博力抗禮Sir Henry Arthur Blake 文中也提到當時楊子晶非常罕見 只可以在香港動植物公園 博富林八大離修園 以及廣州石室聖森大教堂找到 並且將物種的保育歸功於這些法國外方傳道會的神父 而楊子晶就由1914年開始以作為觀賞植物 被大規模移種到香港不同的地方 往後更加逐步輸出到世界各地 在2005年一份香港大學的楊子晶研究論文指出 現時所有的楊子晶都由同一棵圓樹複製出來 在1965年楊子晶就被正式定為香港市花 到了1973年市政局正式成為法定機構的時候 楊子晶就被圖像化成為了他們的官方標誌 而1979年英國文章軟頒被香港市政局的文章中 在中間的盾牌下半部也畫了楊子晶的圖案 到了1984年更加成為台灣嘉義市的市樹和市花 之後楊子晶就不時出現在不同的媒介 例如教育電視的片頭或教科書中 因為香港主權而交 1993年新發行的香港硬幣就採用了楊子晶的圖案 來取代原本英女皇超像的香港硬幣 順帶一提有一個說法就說這套新硬幣的設計 是由前金管局主席任志剛秘密負責設計 這個故事當然也同同樣在1993年成立 一樣以楊子晶為標誌的金融管理局有關 這個之後有機會講到香港硬幣的時候再分享 去到正式主權而交之後 新的宗主國就取用了楊子晶作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旗和區徽 不過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 基本法條文中的中文版就刻意拿走了楊字 將楊子晶寫成紫荊花 相信最近很多香港人都已經了解到 楊子晶和紫荊花根本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花 只不過條文中的英文版都明確指明是楊子晶而不是紫荊花 但政府就一直沒有更正 跟大肆地用紫荊花對外宣傳 有些習非城市的意圖 其實這個去洋化的指控在主權而交以來 在坊間不時都有發生 近來因為一個新政黨的成立又再一次被炒起 當然楊子晶和紫荊花明顯就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植物 一種香港原生,一種來自中國 一種是橋木,一種是灌木 兩種分別屬於不同屬不同種 至於花的形狀就更加是截然不同 不過有趣的是,就算是楊子晶這三個字 在香港、台灣和中國其實都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植物 以花的外形來看其實它們都非常相似 從英文學名就可以知道這三種花同樣都屬於楊提甲屬 用回香港人習慣的中文名 台灣的楊子晶就是紅花楊提甲 而中國的楊子晶就是宮粉楊提甲 如果大家還記得,條片一開始的時候就提過 楊子晶其實是紅花楊提甲和宮粉楊提甲的雜家物種 至於當初唯一的楊子晶是怎樣出現 相信永遠不會找到一個確實的答案 但一般都被認為是自然界純粹的偶然 不過就幸運地被一些外國人發現,可以栽培 加上自身成長速度快,高大燦爛的特質 就算不能夠結果繁顯 但透過外來的幫助亦都可以傳遍世界各地 不過近年在香港就曾經發現過幾棵能夠結果的楊子晶 但裏面就沒有種子 而在2008年中大的一份研究論文更加提到 曾經有一棵能夠生產出種子的楊子晶 可惜種子就不能夠發芽 看來楊子晶真的很努力地嘗試開花結果繁殖下一代 奈何現實的條件並不容許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對楊子晶有什麼看法 就請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都可以 就請你按一下like,share出去 訂閱這個頻道,同時按一下小鈴鐺 多謝你的收看,下次再為你帶來另外的皮毛小知識 bye bye